同市上海关受灾户的刘静玉募集池上紫云宫九天府 台南市佛心慈善会信众的力量 捐赠了120台电锅给吉安乡公所 转赠上海关受灾户来使用 而乡长游书贞轻发感谢状 感谢来自台东池上乡 还有台南市的友善关怀 电锅是家庭烹食的重要家电 同市上海关受灾户的刘静玉 他募集了池上紫云宫九天府 台南市佛心慈善会信众力量 捐赠了120台的电锅给吉安乡公所 要转赠给山海关受灾户使用 很多的信徒跟还有我们就是慈善会的会员 也都是花莲人 那所以他就是这次就是把有资源送来到花莲 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山海关的受灾户 所以我就是这次把争取就是经费 由就是统筹到我们山海关 电锅是因为我们慈善会的其中的会员 也就是日向董事长 日向这是他们 他也是为了这次特地专程赶出来这个电锅 吉安香港游书贞颁发感谢状 感谢来自台东池上 还有台南市的友善关怀 再一次感谢来自全国的爱与关怀 从台南跟池上乡 寄住我们满满在生活物品上面的一个寄住 知道我们的关怀受灾户 可能在主食还有生活上遇到了瓶颈 我想电锅是带来了 无关在主食或者是任何的一个炖煲 跟食用白米白米饭都可以抑住的力量 最感动的是来自于池上的爱 它本身就是受灾户 牵起了台南宫庙的抑住力量来到了吉安 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暖暖的一个爱心主食 带来了家人的温宝 带来了后续每天生活的爱的关怀跟抑住 我相信不同的力量带来不同的关怀跟不同的需求 这就是我们社会爱循环友善的正能量 感谢大家 湘海关主委李国荣代表接受JP电锅 他也特别感谢来自乡公所和民间企业社团的爱心关怀 希望在各界支持下 重建家园的工作可以早日完成 这旅会竟然相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